其實我想說這些受害者不分年齡、不分學歷、不分職業 我想問問最大的騙案欺騙了多少錢 那宗應該屬於一宗電話騙案,是假務官員 我想問為何,例如400萬、300萬 聽說錢很難拿回 希望大家經常留意我的Facebook 我的Facebook經常透露一些猛人最新的動態 或者它對市場的看法 另外一宗也挺有趣的 也不是挺有趣的,我前天才看到 也不知道一個婦人被騙幾十萬、過百萬的網上情願 網上情願,其實你知道我的Facebook有很多人騙我 因為我做傳媒 但很多時候很有趣的 挺帥氣的中年男人 很多類似的印象很帥氣 不是很帥氣,是中年男人那種帥氣 然後說在油公司製造的 有時候是 什麼投資公司都有的 不過油公司是特別多的 是做油公司 我一看就馬上按禁止 是不是這些欺騙那些欺騙什麼人呢 其實你剛剛所說的 可能有機會是一些網上情願的騙徒 你用word很謹慎 可能是真的 可能是真的,我不否認 但是我們所說的 我們常見的網上情願 在香港也挺常見的 他們的做法 其實騙徒很適用一些社交媒體 去搜集一些 他們所謂的獵物的個人資料 他們可能會主動去認識一些受害者 希望成為一個交友的形式 成為一個朋友 逐步逐步建立一個關係 當然他們當中會用很多的甜言物語 去建立一些關係 雙方可能成為一些網絡上的朋友 甚至男女情侶的關係 但是通常這些情況 從來都不會見面 但是最後來其實騙徒對方 很多時候到最後都會用不同的藉口 例如我突然間有生意周轉不到 家裏或者本身身體狀況有些問題 需要一筆錢去做手術 甚至乎我做生意有些錢被海關扣留了 甚至乎有些特別的位置就是 我想和你結婚 現在我寄一些很貴重的戒指 或者名貴的東西寄給你 但是這份禮物現在扣在某個地方的海關 需要一筆大約的清關費 希望你寄錢給我 等等其實用不同的藉口都有的 他最終就騙了蝕著一些錢 明白我們看看有些警方製造的影片都挺有趣的 天啊 求你大花慈悲 像一個精壯的歐巴給我好嗎 謝謝 歐巴 怎麼這麼漂亮 謝謝 謝謝 智忻哥 又被你搞定那個姑婆 給我兩筆給我 偷女 最重要是兩個字 靚仔 不是喔 智忻哥 好像沒關我的樣子 我不是說我 是他 好像這一庭 有空虛又寂寞的專業人士 最適合就是這種靚仔 我們是要 多給點錢 和他聊聊天 多多錢給你 快點說 到底吃了誰 這個 哇 是官人來的 爹 很大 爹 夾蠟除街跳 什麼夾蠟 你還不是被人騙了 誰敢騙我 是不是想寄東西給你 爹 是不是寄完你之後 把貨物被人撲棄了 然後又拿手續費去拿 爹 爹 壞鬼 幹嘛偷看我的電話 我哪有偷看你的電話 人家分明是騙子 你有沒有看新聞 那些新聞說騙子最喜歡 就是扮那些軍人 一不就扮那些專業病人士 好像什麼律師 醫生那些 專門來哄你的 你也叫你多看新聞 那現在應該怎樣 你拿起電話 哦 快點報警 這個又是 不過說真的 這些老生常談 我真的聽到很多很多了 都是有人落答嗎 有啊 正如你剛剛之前 什麼人啊 其實我想說這些受害者 不分年齡 不分學歷 不分學歷 不分他的職業 是各樣都有的 以女性為主 對 然後是單身的女性想找男朋友的 年紀又偏大的 對 想找個盤那些都會有 想找個盤 你的意思可能是結婚都有 結婚都有 是啊 因為對方其實可能 他最終的目的可能是 其中一個藉口就是 想和你結婚 但是你們警方 或者是周圍都說 你不要相當受騙 但是都是 都是 就是那些想法 我覺得我聽完 都有人 就是前有才看新聞 所以我們其實 警方做的宣傳 就是不厭其犯 在不同媒體 透過不同的渠道 不斷重複又重複去做 就是希望 盡量多些人去看 始終我們不能夠說 個個都可能會看過 加上騙徒的手法 是會不斷地變的 好奇 大家真的小心 不過我想問一下 最大的騙案 香港是騙了多少錢 2021年 我覺得有一宗新聞 騙了2億5千萬 那宗應該屬於一宗 電話騙行 電話騙行是假務官員 至於網上全面 我不是問網上 即是最大的騙行 我印象中應該就是 一宗假務官員 另外最近 我通過訪問他 才知道有一個插單 不是分開插單 即是刷單 印刷的插單 印刷的插單 我們有看片 插單又如何騙案 我今次聰明 在家裏都可以做到兼職 現在網上有一個新招聘 叫做 插單員 有沒有聽過 沒有 超簡單 有空就用手機讀兩下 幫網店做假單 捕下銷量 這樣就賺錢了 捕銷量那麼順 那怎麼賺到錢呢 這個請人的訊息呢 職員就把電話放在那裡 然後呢 你減掉了 他有空就會發一些任務給你做 你照他的意思做 放一些貨物在購物車上 就不用買的 然後把那筆錢 過給一個銀行戶口 夾一張照片 然後呢 他就會傳回那筆錢給你 再加上融金 傻豬 你現在把別人網店的貨物 放在購物車裡面 都沒有賣到單 然後再把那些錢 放在一個很詭異的帳戶裡面 那怎麼賺銷量呢 聽到很不對勁 又是呀 難怪我等了那麼久 我還要訊息 職員他都不回覆我 那我的五萬元 還有用金就沒有了 現在很多網上騙案的 什麼拿了呀 網上情緣 只是騙你的錢而已 快點打去防騙二二線 18222 看看怎樣幫你 拆單也蠻複雜 不過最開始 他是不是首先給了真正用金 其實是呀 就是說我們說拆單騙案 其實是 為什麼會吸引到那個受害者 去做這個動作呢 首先其實他騙圖很狡猾的 他每次都會叫事主 可能去一筆勢瓦的金錢 試一下玩一下先 做一下做一兩張單 熟習一下那個操作先 那騙圖又真的 每次都完成了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可能是 將某些的貨品 擺在一個購物車裡面 在一個手機的軟件裡面 之後任務完成了 叫對方截圖 給騙圖 騙圖也會把那筆本金 連佣金賺到的一次過給 那個受害者 重複的動作可能做一至兩次三次 那受害者就開始相信 到他相信了之後 騙圖就會開始說 你想找多一點 我們可以試一下 一些大額的交易 一些貴一點的貨品 可能是十萬幾萬元 一次過去做 而受害者當然相信 因為之前賺過錢 他就將一筆的錢 放在一個騙圖的戶口 但是最開始的人都會相信 那些人都會相信 你可以拆單 然後將那些錢 五百元 你給我 我給你銀行戶口 那些人都會做嗎 這個動作其實第一步 我覺得 那些人會不會覺得 已經有生氣呢 所以騙圖的手法就是 首先引誘你做一些小的交易 好 可能你幾百元 可能你首先做一單五百元的交易 可能他又給你一百元的佣金 你的回報是多高 他做到一兩次都賺到錢的時間 其實那個受害者 就開始慢慢墮入了騙果 他會相信整件事 所以通常遇到這些拆單 就一定是騙人的 是不是 基本上我們所說的這些拆單騙案 他最初去接觸事絕 可能是一些 突然間有些不知名的來電給了你 他可能透過一些社交媒體 或者WhatsApp 就通知你有沒有興趣做找工作 如果你當時的事主本身是想找工作 又有興趣 想知道多一點 他就會開始慢慢介紹這份工作 是怎樣運作 叫你少少投入一些少少的資金去試 你試過一次 發覺真的賺到錢 其實你就開始重招了 好 那麼多種不同類型的騙案 譬如官員這些騙案 或者我們真的收到一些 來歷不明的電話 通常是否普通話 普通話你就是誤知 通常說我是胡說公 那你就不用想 我可以這樣說 因為我們內地執法部門或者警方 如果去打來的目的是為了告訴你犯了某些法要拘捕你 而進行之後的電話騙案 我都肯定說是一定是假的 一定不會打電話找你 不會打給你 直接敲門 如果我們需要去做拘捕 我們就已經向法庭申請搜令去找你 即是不會打電話 因為你有機會走了 那就是 想著幫忙 要警告我 不是嗎 是不會這樣做 不會的 一定是 所以一定要小心 所以我們在說防止電話騙案 我們有三步要做的 就是收線 首先要收線 接著就是直接不要接電話 已經是防止了第一步 另外就是要核實 核實就是如果對方自稱是某個機構 你就找回相關機構的一個正確的電話 打回頭 有沒有這件事 最後就是收線 核實 找求助 找求助就是可能找我們警方 或者身邊的朋友 將這件事告訴他 大家去研究究是真是假的 我想問一下 為甚麼 400萬 300萬 甚至2億 聽說錢很難拿回 為甚麼呢 譬如我跟越南 譬如銀行 或者警方 或者國際刑警 大家溝通好 我的錢進入你 麻煩你給我 這些不容易抓到嗎 說回騙徒的手法 其實我們剛剛最主要說一些假務官員 其實騙徒的手法就是會黑了市主的戶口 把密碼給他 其實如果大家都用過e-banking 你會發覺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去轉帳 去收款 或者各樣 按個鍵已經轉了 所以騙徒其實正正拿到市主的密碼 戶口之後 可能按幾個鍵 已經將筆錢 由本港已經將錢帶到外地 某個國家 再按幾個鍵 轉來轉去 可能轉回內地 再轉去其他第三個國家 最終這筆錢就不知去了哪裡了 已經用不同的途徑 將錢可能是一百萬 將它逐筆 逐筆 細小的去散去不同的地方 變成警方我們去做追查 我們都要跟我們法例所賦予的權力 逐層逐層去追 時間上就未必做到 馬上去截到這筆錢 加上我們有時候所見 受害者 未必即時去醒 未必知道原來我是受騙的 直至到某一刻 去回戶口一按 為什麼我沒有了錢呢 他接發覺原來我的錢在過去一個月內已經被人轉走了 嗯 OK 有些人就是都不想告訴別人 後來才發覺 譬如片已經是太遲 但如果譬如我今天發生的 我今早就覺得有些問題的話 你們如果發現得早的話 可不可以追回一些錢呢 其實我們警方有個防騙二二線 一百二二線 如果你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打到這個電話 跟我們同事說的情況 是有機會的 因為時間上越短 按快時間 越短越好 有機會追到的 是的 有機會追到的 我們也會指示受害者 盡快通知他本身所屬的銀行 看看銀行方面 能否幫忙去收 OK 好 忘記告訴大家 為什麼這些公仔 這些是提子來的 提防騙案 這個拖鞋也是套餐來的 今天非常多謝馮邦辦 說一下這麼多這麼多的騙案 希望大家真的小心 多謝馮邦辦 好 謝謝